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4月25日 星期四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網絡熱話 據報港鐵有MMA 據報話說在現場有三名外籍男士被阿伯圍偶 甚至躺在地上投降 為何會打起來 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外亦說各大的熱話 據報元朗有一間知名的糖水店舖出現地板雞翼佔 說一地雞翼佔加醬汁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估計這間糖水店應該是很出名的那一間 另外亦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據報有一個港男買了拖板回家 結果拖板竟然發出怪聲 甚至突然爆炸 是怎樣的情況 而新產商竟然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理由 解釋拖板為何會爆炸 厲害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抗進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抗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港鐵MMA其實是否辱罵中國人 話說有三名外籍男子 欲罵中國人被打 這樣的影片 看到港鐵車廂裏面 有三名疑似南亞裔的外籍男子 和一群講廣東話的乘客 粗口還飛爭執 其間有外籍男子突襲 打一名男乘客的頭部 其他的乘客隨即衝上去圍偶 將這三個外籍男子打出車廂 最終外籍男子被打到地上 掩著臉來投降 乘客制服對方後表示要報警 影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人說打得好 亦說第一次禁支持阿伯 亦有網友認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掃諸暴力 就說不應該打架 翻查資料 其實這條片原來早於2017年 在內地網絡已經流傳 到近日轉載到香港網絡再惹來熱議 當時內地網民都紛紛讚好 就說為香港市民點讚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在今日之上網絡就瘋傳這條片 話說三名的外籍男子 應該是南亞裔的男子 和一群講廣東話的乘客粗口還飛 再爭執 首先動手的是南亞裔的男子 結果被人打回頭 當中有些阿伯估計吃過夜竹 打到對方要跪地投降 說相關的片段在網上繼續廣傳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元朗知名糖水譜出現地板雞翼尖 一地雞翼尖加醬汁 網友笑指員工的做法夠環保 不妨留人說 最近有網友在社交平台上上傳了一張照片 內容是元朗某知名糖水店外面 有員工公然在阿拉塔不堪地面 之上處理雞翼尖 醬汁污水流滿一地 衛生問題成疑 照片引起很多網友熱議 當中更加有人笑指 這個是不是在洗雞翼尖 也有人說走地雞翼尖 也說出名環保涼粉和地板雞翼尖 也有網友在一個鐵文提到 就說這間糖水譜 是我見過最支持環保的香港小店 從照片可見 有一堆雞翼尖被倒在行人路之上 地上還有不少茶色的液體 疑似應該是雞翼醬醬汁 有一個穿著橙色上衣的員工 正在虎身是執拾 部分雞翼尖散布在地上 部分就裝在一個紅色桶裏 衛生成儀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會的報道 哪間知名的糖水店 在元朗都可以說是夫之欲出 相關照片原來早於2020年 就已經有人分享過 就見到這樣處理雞翼尖 嚇死人了 當中相關的照片 今天在網上廣傳 惹來網友的議論 另外也講講這宗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拖板突然發出巨響爆炸 差點燒到全屋 港南質疑品質差 於是向客戶服務投訴 獲得神解釋 就說關過天事 報道幾內問題多了 家居電器多 現成插頭位置不足 拖板就立即大派用場 不過在使用拖板的時間 是需要注意各大電器產品的啞數 避免因為電流過災而發生意外 日前有港南說 他在家使用拖板的時間 突然發生爆炸 質疑拖板的品質參差 所以聯絡拖板的新產商 誰知新產商拒絕承認錯誤 更加指出有一個因素 解釋今次意外情況 廠商的回應令港南感到十分之無奈 於是發貼文去到網上討論區 話說事主早前買入一款本地品牌的拖板 使用了任務半年 一直都是相安無事 直到近日拖板竟然突然爆炸 並發出噴板聲的巨響 拖板內部的電腦板都被燒焦 事主益術 當時拖板只插了兩個插頭 分別是連接電腦主機 還有電腦螢幕 幸好電腦沒有被弄壞 家裏也有人及時處理事件 否則後果不堪設上 究竟那個生產商怎樣回應 原來生產商回應 估計和近日連串的暴雨和閒雷都有關 這個解釋令網友和市主感到即即清奇 家因市主不滿生產商的答覆 堅稱拖板爆炸的時間 當時沒有行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給你看到這個解釋 你有接受還是不接受 生產商就說可能是跟雷雨的天有關 結果市主氣得爆 寫上網問問大家意見 今次已經很幸運 如果不是發生意外 真的燒到家裏就大件事 報道內文並沒有提到哪個牌子的拖板 另外也說這宗熱話 跟近日走數都有關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要加1元才有隻叉 食客買燒賣不想再付錢 結果徒手吃燒賣 一個原因被質疑他違反而反 報導機內文就提到 話說近日走數 有市民買小食的時間 見到店舖以紙杯盛載燒賣 不過要求交叉時間 對方表示需要加1元來購買 不想額外付錢的人 只好徒手拿起燒賣進食 並自嘲 有網友譴責攝氏的店舖趁火打劫 就說捉簽都沒有禁 也說想趁機搶錢居多 但有人質疑市主是否違反而反 就說從小到大吃燒賣都是拿著簽吃 為什麼現在這麼有趣要用盒子來購買呢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網上熱話一則 話說這位市主聲稱 那間店舖就說 如果要多一隻叉 是要付1元來購買 結果市主太生氣 不給錢直接拿手吃 不過相關照片發上網後 就惹來兩極的評語 有人就罵他是否故意去玩 不過又很難說 若然有些小店 即是說買入的那些餐具 是有成本的話 他自然有機會要求那些食客加錢 儘管局長日前曾經澄清 就說加錢買餐具 並非法例的原本要求 不過現在在市面 大家已經看到 若然你想要餐具的話 你是要加錢的 若然你不加錢的話 有機會就沒有餐具吃那樣東西 雖然明明吃燒賣 用竹籤也可以 竹籤沒有禁 不過未知這位市主 當時在哪區和哪間小食店 遇到這個情況 亦有網友質疑這件事的真偽 另外亦講講這個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女法局在5月1日 舉行海上煙花會演 配合環彩榮香江 展示HK字樣的笑臉圖 報道的問題 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 將至女法局公布 將會在5月1日 星期三晚上8點 在尖沙咀 海濱花園 近尖沙咀 東對開的維多尼亞港 舉行海上煙火表演 煙火表演 長約10分鐘 由尼岸130米的等船 發放煙火 整個表演以金色為主調 展示巨型的HK字樣 和開心笑臉圖案 煙火配合環彩榮香江的會演 提供雙重視覺效果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之前一直說 放100萬一次的煙火 快要有 5月1日 就會能夠在環彩榮香江的配合下 同時展示HK字樣 和笑臉的字樣 我未知這一場煙火 能夠為香港帶來多少的旅遊效益 我是環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